好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雷娇娇 女于27岁湖北人 湖北财税职业学院大专 商务英语专一 湖北老师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雷娇娇 来自于湖北校感 2015年6月 我毕业于湖北财税职业学院 主修商务英语专业 国际贸易方向 辅修会计 那这毕业的五年呢 我刚开始从事于外贸工作 作为一名外贸业务员 后来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我从事了旅游互联网行业 作为一名客服 那我有一句从初中开始的名言 只要笑一笑 没有什么事情过不了 所以我相信我的曙光 也总有一天会到来 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想求得一份客服相关的工作 或者各位老板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的穿着和你的气势 有些矛盾 你的脸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但是你的穿着很卡哇伊 也有人跟我说 就是给我取了个名称 叫妈妈 其实我类型也挺强大的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 那一种小罗尼的打扮 你说谁叫你叫妈妈 我的室友 室友叫你叫妈妈 对 因为我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一般都会喜欢带针线包 然后一些修你的螺丝刀工具 然后就是会给他们一种 母性的关怀 你会给他们缝衣服啊 对 就不管什么衣服 你拿过来我都给你缝 然后偶尔会改一下衣服 就包括 你还会改衣服 对 妈妈教的吗 不是妈妈教的 因为我小时候是留守儿童 我的衣服经常会破掉 所以的话我就自己就是学了 然后的话就是从小到大衣服都是自己缝 你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是吧 我从小是跟亲戚 包括我弟弟他也是留守儿童 我父母呢是从我读初中开始 他们回来的 其实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也只有六年 初中三年跟高中三年 虽然我跟我父母在一起时间挺少 但是我父母他能给我们的 他都给了 所以我一直挺 就谢谢我父母的 感谢他们 感谢他把我生得这么高 感谢他们把我生得这么壮 感谢他们把我生得还不算那么丑 那要这么说来的话 那我得说我妈把我生得太矮了 没有啊 我觉得同学老师也挺高的 咱们俩身高 可以挺配的 他还有一丝幽默感 有一句话叫做 所有自立自强受静挫折的女生 心目当中其实都有一个少女梦 因为她从小以来就只能靠自己 没人宠着 所以就能理解你今天的气质和衣着 为什么有反差的效果了 是吧